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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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從小不是要立志做烘焙師傅 媽媽栽培我是學鋼琴啦 學習音樂 十八歲吧 就開始在當鋼琴老師 那一開始做給學生吃的就是很普通的杯子蛋糕 戚風蛋糕 那小朋友是很意外說 哇今天來上鋼琴課 老師竟然是帶點心是自己做的蛋糕給他吃 那時候就切了一小塊 很像外面切片蛋糕給他 也是一樣下一次來上課的時候 吃點心吃一吃覺得說 這一小塊就很好吃 然後會發現說吃不夠 然後就會再切一塊給他 然後原來他那一塊 他不是要自己吃 他是要帶回去給他的媽媽吃 那他媽媽那時候就覺得很訝異說 這真的是素食的嗎 怎麼味道這麼的和外面世人的口味 所以這個媽媽才主動再來打電話跟我說 鋼老師你這個蛋糕自己做的嗎 我說是啊 他就在說那你有沒有在賣 我說你們要吃沒關係啦 我可以直接送你們一條 然後慢慢的就家人喜歡 那外面的朋友也很喜歡 再來到很多像吃素的好朋友也都很喜歡 才會開始推薦說 欸你是不是可以去設一個名字 然後打一下你的廣告 我覺得你有做可能做食食品這邊方面的天分 所以才會慢慢的想要把我自己的小廚房變成大廚房 要往素食這一塊推廣 會想要自己做烘焙做點心給學生吃 當然也是希望小朋友不要吃到太多的添加劑 什麼泡打粉啊 什麼一些乳化劑這種東西 那所以針對小朋友 我想要把這種元素拿掉 那呈現出去的就是最簡單最原始的 只是雞蛋麵粉牛奶打出來的蛋糕 那餡料裡面就是有玉米粒胡椒 然後素食火腿 簡單的調味這樣子 讓大家就吃起來 讓這些小朋友吃起來也不會這麼的卡喉嚨 不會這麼的乾 那慢慢的如果說我拿到募款資金的話 一定是先把設備弄好 廚房弄得更專業 這時候才會慢慢的往外去開放 有門市或者是店面 那如果說你投資一百元的話 我們就是當作謝謝你這個好朋友默默的贊助 那如果說你投資一千兩百元的話 我會用四條鹹蛋糕來做回饋 同時會送你一包咖哩的手工餅乾 那如果你是投資兩千一百元的話 我這邊會用八條鹹蛋糕 也就是這樣子的鹹蛋糕來做回饋 然後也是一樣會送一包的咖哩手工餅乾 那最後是三千元 如果說你的資金很夠 很願意贊助我的話 我這邊會用十二條的鹹蛋糕來做回饋 那同時呢 不只送一包咖哩的手工餅乾 還會有一包的草莓手工餅乾 那希望就是大家吃完的時候 可以在我的粉絲團幫草巷點個讚 我會很開心謝謝你的贊助